今天是我在乌鲁木齐的第23天的时间 之前我们吃过了新疆的大盘鸡 还有椒麻鸡 这两种著名的鸡的做法 今天我们要来尝试一下第三种辣子鸡 我非常好奇啊 它跟内地的辣子鸡有什么不一样 它是一家20年的老店 网上的品价也非常高 是来自于柴窝铺这个地方 那我们进去试一下味道到底如何 Let's go 请问这家店有吃过吗 没有 没有吃过 他们一般吃的比较多是洋乐辣子鸡 洋 洋乐 洋乐辣子鸡 吃过 吃过 它的味道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 有味 是什么地方产的鸡 三黄鸡 是什么地方产的 是新疆本地还是外地的 本地的新疆具体辣理你知道吗 不太清楚了 嗯 登登登登 长条的辣椒 是用的非常多 这是跟内地的辣子鸡里边最大的一个差别 一些蒜末呀 花椒 其实内地也都会用 看辣不辣 嗯 微微的香辣 有点酥脆 它的口感还是微辣 我觉得跟内地的辣子鸡的差别不算太大 有些店其实也是可以做出这种风味 现在6点半了 他们把灯打开了 估计慢慢的人就会多起来 目前就我一个人在这边吃 其他店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然后装修的风格当时有点偏网红店的风格 一开始以为是一家20来年的老店 一进来它实际是做了10年 如果有一天我变成色狼 请别忘记我重征过 我在超市里边发现了4个不同的品牌 第一个呢就是天中的奶皮 我们试一下口味 奶皮但它不是啤酒 它喝的有点那种啤酒的味道 然后奶味比较失足 还有点微酸的口感 刚端上来的时候 这个盘子是冷的 更专业的做法 实际你要把盘子也给加热 这边的呛年白 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卷型菜 或者说是包菜 这个菜我觉得烦恼还让我有点惊喜 它吃不辣 有点酸甜口 这边是一个大多典型的套餐 88块8 辣子西大粉级选一个 呛年白还有吐槽丝选一个 面条花卷米饭选一个 吃素菜比较少 我说牛汁好好吃 西域春的奶皮 我来这边因为经常喝牛奶 超市点我也发现 西域春这个盘子也挺大的 我看事情 你一锅全部吃掉了 对不对 没有 我不是走那种东西 我们走的是健康东西 健康就是吃不住 能吃肉到时候吃不完打饱满 胃比较小 这两款真的不一样 西域春的奶皮会有一点 二白兔或者说金丝猴奶糖那种奶味 小孩子我觉得会比较喜欢 但也说明它里边天下东西会比较多 天润相对更加自然一点 而且它里面写的是大于30%的纯牛奶 如果你比较注重健康的话 养生你可以选天润 试一下第三款 麦趣尔 这边做牛奶比较多的一个品牌 而且我喝的很多是它那种 纯牛奶加核桃 纯牛奶加香蕉这种配置乳 也是仓级的 西域春很像是一家 介于西域春和天润中间 这样一个风味 它要比西域春的奶味少一点 但是要比天润的那种奶糖的味道 还要多一点 加栗奶皮 加栗应该是跟天润是一家 都是乌鲁木齐这边出场 它这个环设计有点歌手 我觉得这个不太好 它这个口感我觉得跟天润的话 基本比是它差别啊 如果是同一家公司的话 这两个定位SPU会有点问题 我是在乌鲁木齐第一次吃花卷 有点卷味 玉兰辣子机这家店 我给的分数呢 0到17分 就是你可吃可不吃 当常我觉得辣子机很多 它要用这种大块的 你才吃起来比较爽 但这边呢 很多都是这种小碎粒 严重影响的口感 还包括体验 OK以上就是大熊为大家带来的 乌鲁木齐玉兰辣子机店的探点视频 喜欢大熊的视频可以点赞 转发一键三连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See you later 没吃完了咱们就打包带回去 包括这个奶皮明天把它给干掉